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度公开说明 强调与铁道局协商的气氛良好 他请铁道局向行政院反映市府财政困境 如果一定要金融市政府负担54亿的自付额 市府希望能给予延长新建经费的还款周期 他认为理想的下限是20年 一面市府财政破产 针对前一天到中部铁道局 参加金融捷运规划进度及推动会议 金融市长谢国良首度对外说明 那我们主要是在谈论很多技术面 跟各个厂站衔接的问题 也就是很多都是技术层次的 那当然站在本府的立场 有提出我们的一些财务预估 虽然说有42亿的收入 但是有21亿是捷运开发区比较明确 有21亿是潜力开发区 这个部分真的我们提出了很多我们的数据 然后告诉交通部 这部分真的比较不明确 而且时间要比较久 那假如在9年的时间就编完了 五十几亿的工程跟征收的预算 那在未来等到有地的时候 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的举债上限 就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困难 那交通部铁道局表示他们理解 那也会把这个财务的情况 再转回去给交通部 甚至让行政院了解 那我个人也理解到交通部铁道局 比较是做规划 以及技术衔接相关的单位 并非能够去做一些财务的决定 所以其实在昨天我们做了比较多 是在技术层面的沟通 以及我方对于财务的情况 希望局可以转达到部 甚至行政院内的 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在这一场 昨天的会里面讨论太多 这个金钱负担的问题 那我了解交通部 现在已经有积极的在评估 也了解到这个基隆市的困难 所以基隆市很愿意 再继续拜访交通部 甚至也拜访行政院 那国粮也相信 大家都有善意 有诚意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想出一个方案 然后能够让基隆 能够减低更多的负担 那基隆市应该要负担 我也认同 我们一定会负担 那但是我们负担的这个比率等等 我们会尽全力 再跟交通部跟行政院协商 所以结论就是说 昨天的会议很良好 那我们会尽全力 再跟交通部沟通 除了表达 整个会议下来气氛良好 针对基隆市分担的金额 结果然说 基隆原本就应该分担 更提出 希望能够延长经费还款周期 昨天并没有提出 这个上限的金额 不过我有一个金额负担逻辑 大家参考看看 就是这个逻辑呢 就是说 只要年限越长 那我们可以负担的金额就越高 那相对而言 我们如果负担的年限越短 那我们的承受力就越低 因为我们的土地 必须要标售后 才能够获得一些新的收入 然而所有的新建费用 跟征收用地费用 都会发生在前面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前九年 我们都把捷运盖好了 也征收好 钱都花了 可是我们来不及标售 而大家也理解 通常是捷运盖好后 不论是连开区 捷运开发区 或潜力开发区 真正要盖好后 甚至通车后 它的效益 才会更显现的出来 所以变成说 未来虽然我有收入 可是我在之前 可能没办法去应付之前的支出 那这样子呢 就会造成我们周转上发生困难 我昨天也很诚恳的 把这些点 都有跟交通部 跟铁道局 来报告 也请交通部的长官能够了解 所以我要跟您报告的就是说 只要付款期拉得长 我们的负担能力就可以增高 假如说 我们的付款期限拉长 那假设它是九到十年间盖好 那这些地慢慢变成政府可以标售的 那我因为前面付款是拉长 我因为整个付款期是拉长的 那我的钱就来得及 有一些土地可以去标售 再慢慢还掉这些负债就可以 可是我最怕的就是 50几亿都花了 地又还没好 没办法标售 没办法这个 去减低自己的负债 那你有了好几块可标售的地 还没来得及标售 我的举债上限就超过了 也简单来说 市库就破产了 那这样子的话 也不是一个政府应该要有的一个对民众的信赖保护的一个操作财务的一种方式 这个再来就是呢 那个一些土地的协调方面 当初议会有声明说 有些地主并不同意 或者说条件上不同意 那不知道现在我们的进度怎么样 就是我们会尽力的先跟交通部先确定好 我们能负担起这个建设 那我们才能够去跟这些地主说 我们要来征收或如何征收等等 那讲真的 如果没有这个钱去负担 我要怎么跟他谈 我要去征收他的土地 我觉得这样谈 可能对这些地主说到要是没做到 也不符合政府诚信原则 所以我觉得一切应该都是还要跟交通部好好的沟通 弄一个期间是政府可以负担的 然后我们就会积极来进行更多后续该有的工作 不过我们今年年中就会成立一个捷运专案办公室 那目前最近也在调度更多的内部资源 让捷运可以有专门的科室来办理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内部 这一刻都在做的事情 谢国梁再次强调 已经明确表达 行政院核装部考量金融市政府财政困境 延长经费负担其成 才能务实协助解决金融市经费负担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金融市政府召开金融市第一届青年事务委员会大会 市长颁发聘书给23位新科青年代表委员 青年代表 或更可以有一些什么 或政府更可以做一些什么 那我们就一起讨论 我刚刚媒体朋友在问我的时候 问我说这个青年事务委员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我给我自己一个期许 这个期许就是落实 希望我们这边讨论出来的东西 如果真的不可行 我们就不要把它放在结论里面 如果可行但是需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我们就慢慢来回话来说 如果可行 又可以在可看到的日期里面 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赶快来落实 全在3月29号青年节这一天 基隆市第一届青年事务委员会正式成立 谢国良颁发聘书 除了肯定青年参与公共事务 让工部门能够听到年轻人的心声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 基隆市首次成立 我们的青年事务委员会 那我必须讲 在我们之前 基隆市目前从未成立过 这样子的一个青年事务的组织 那小爱爸爸最喜欢跟青年朋友 在一起谈很多青年朋友 这个现在碰到生活的点点滴滴 因为在我心目中 我都会觉得这是小爱长大以后会去碰到的 所以我也一方面很关心 一方面也非常好奇 但是重点是 我觉得这个青年事务委员会 不是拿来开会用的 是要提出具体的政策 然后让我们大家能够来落实 所以我今天也在会中会跟这些青年朋友 表示感谢以外 重点就是我们要具体 理出一些 真正对基隆青年 可以有政策上 措施上 能够真正关心到他们的一些事项 然后我们具体要想办法来落实它 落实反而是我会觉得 在这个青年事务委员会里面 所形成的结论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落实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将会和青年代表 持续双向沟通交流 取取透过这个平台 让基隆城市充满活力和冲劲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困扰基隆通勤民众的9026路线 客运托班问题渴望解决 立委蔡世英表示 在持续与公路总局协商下 4月7号召开的入省会 将依据公路法第41条规定 开放其他客运业者加入 增加9026路线的运能 持续关注9026路线客运托班问题的立法人蔡世英表示 依据核定内容9026现有客运业者 每天要开出168个班次 不过目前连120个班次都有问题 因此公路总局方面 已经陆续开出31张罚单 由于托班的主要原因在于 现有业者的司机员及车辆数都不足 这段期间除了由公路总局方面 协调多家客运业者资源外 蔡世英也协商公路总局方面 依据公路法第41条规定 在4月7号入省会议时 公告开放其他业者加入 来增加9026路线的运能 在4月7号公路总局的入省会议里面 会要求公告开放第二家 在尖峰时间经营的业者 来增加我们整个9026能够提供的一个运能 那司英也希望这个案子能够精速的推动 那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台北 而基隆到南港的我们的用路人 能够除了符合皇家之外 有第二个选择也让他来做 那这个事情在这个部分会继续来努力推动 另外交通部方面提出补助司机员新制方式 协助非直辖市的国道客运业者 维持足够的客运班次及运人方案 已经公告 将陆续在各地进行招聘活动 蔡世英也呼吁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 踊跃参加 从3月开始公路总局有公告新的驾驶员的补贴方案 未来有机场的招聘的说明会 适应其中的场次我去参与 如果有好朋友对于职业驾驶员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来报名 因为未来这个专案里面 公路总局将会做一个专案的补贴 驾驶员的薪资 让驾驶员未来在公共服务的 运输服务的过程当中 能够享受比较好的薪资的结构跟待遇 蔡世英强调 对于结构性问题 他会严格要求公路总局方面辅导业者 让全台的国道客运驾驶能够陆续补足 维护都会区通勤民众的需求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基隆雨今年将在4月1号到10月31号 开放旅客登岛观光 欢迎民众登上有台湾龙珠美誉的基隆雨 深度感受基隆雨之美 透过搭船体验亲济海洋 会让大家不需此行 这次基隆雨开岛的庆祝仪式 由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和大家分享沉船体验 深刻感受她的祖先在200多年前 勇敢地搭船渡海 来到台湾打拼的过程是多么辛苦 而深度认识基隆的故事 真的是不需此行 我深信每个人来到这里 感受是不需此行 我可以感受到我先前的人 先人来的那种感受 再加上我们现在可以再沉船 我们的感觉 沉船起后是我们最需要的 这次基隆雨开岛 主推登岛拍照新地标 及登岛看游轮全新双体验 关销处长郭继表示 今年基隆雨特别新增 登上基隆雨艺术地标 以中英文基隆雨登岛的纪念文字 让旅客拍照作为登岛纪念 这次也邀请基隆雨都舞团小朋友 来进行精彩的开岛表演 许多贵宾都是首度搭船来基隆雨 大家亲身体验后都觉得来基隆 搭船出海登基隆雨 真的是必游行程 身心灵直接感受海洋魅力 这样才算真的来过基隆 看基隆雨在基隆 虽然你可以从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 很容易就看到台湾龙珠 但是最美的视角还是要来搭船 亲自来登上基隆雨 那个才会是你最亲近基隆雨的视角 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视角 所以欢迎大家4月1号开岛之后 都记得要预约来登记 来登上基隆雨来旅游 那导游在一路上也告诉我们基隆的生态 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完整的 那继国际邮轮之后观光局办了活动 就是我们这回基隆雨的活动 那我们很希望借这个机会 让更多人认识基隆 认识基隆雨 我们现在预估今年整个年度大概会有达到5万人 来登基隆雨的一个人次的 来这个欣赏基隆雨的风光 那基隆雨的风光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不陌生 但是我在这边也来跟提醒大家 因为它本身除了在上面呢 可以看夕阳啊看云海 而且呢它也是很著名的基调场 所以它整个是整个旅游的元素是相当的丰富 很适合亲子也适合探险 所以有各种种层级的旅游的层次 以及呢大家应该还知道就是 在整个基隆雨还有很丰富的 像是海坎的奇景 就是有两个海浪 如同呢是在对着基隆雨 这样子两边的涌浪 那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奇景 也曾经有很多的空拍影片来介绍 所以基隆雨的美呢 都已经准备好了 等着大家来一起来登岛欣赏 台湾楼珠 基隆雨 欢迎来登岛 等你来哦 记者黄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在这次宣传基隆雨开岛的庆祝仪式上 海洋大学观光系师生与凤凰旅游 一起参与岛上公益敬滩 也赋予基隆雨开岛的观光活动 环境永续的意义 海洋大学观光系的学生 正在整理刚刚到基隆雨敬滩 所运回来的垃圾 在这次宣传基隆雨开岛的庆祝仪式上 特别赋予它环境永续的概念 而参与的成员都希望能够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我们配合今天的基隆雨登岛的记者会 那其实在登岛之前我觉得海洋的环境很重要 甚至岛上的观光的环境也很重要 为了让观光品质更好 所以呢我们海大观光系自发性的上去浸滩 那我们除了自发性的浸滩之外 我们每个月都还会用生菜资源调查的方式 去调查基隆雨上面经常看到的海漂垃圾的种类 比如说我们捡到了宝特瓶 这个宝特瓶是从哪里来的 比如说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大陆 比如说今天这颗大浮球 它就16公斤了 我们还是要把它 对大浮球16公斤 那保利龙我们今天捡食下保利龙也二三十公斤 那我们捡食完之后 我们会做一个分类的调查之后 再把资料回馈给基隆市政府 那基隆雨又是基隆最靠近的一个领导 所以呢之前是因为一段时间的 这个封闭 那在2019年开放之后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来做这个海岛净滩的活动 那同时呢我们在实际的也把这个基隆雨 以及结合基隆朝进公园等等这些的景点 把它包装成这个一日游二日游的一个产品 在我们的架上销售 这些年来都有不错的成绩 融入环境永续概念的旅游是目前最新的趋势 凤凰旅游总经理表示 基隆雨的登岛行程 从搭船开始到登岛都非常有吸引力 配合环境永续的概念更加有意义 那我们一般配合像玉龙八号 它的一个观光船 可以到基隆雨上面登岛 然后有专业的导览老师解说 然后可以登到 体力好的可以上到这个灯塔 那下来之后呢 它还会在附近 像橡皮岩啦 等等这些区域 做一个海上的一个巡游 所以我想对于基隆雨的这个推广 我们是不予于力 那对于这个国人来讲的话 基隆雨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这个看看海 然后看看不同的这个地形景观 不同的地貌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去处 很多成员在体验基隆雨行程 都觉得不需此行 尤其大家都具有环保概念 游城途中产生的垃圾 也随手带回来 让海洋更干净 这样的永续旅游概念 相当值得推广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眼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阿伟啊 头前是怎么啦 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有什么 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喔 你是说要花旧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 我较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这样比较安全啦 慈云寺的财神殿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指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喔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建德国中在109-110年度 获选为全国海洋教育基地学校 并在111年承接基隆市护海中心 从校园海洋意向着手 落实推动护海课程 办公室彩绘落成典礼上贵宾云集 扬明海洋文化艺术馆也带来了 回馈在地的好消息 除了推动环境教育外 还有国中小学校面费参观的活动 呼应基隆灯塔教案 与基隆灯塔教育节的灯塔彩绘 还有保育类龙王雕等 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 精于抬头的3D立体化 这面色彩屋相互呼应的 锁管3D地景化 浓浓的基隆海洋位在校园蔓延 还有还有不用去海科馆 就可以天天看到避水象 实际的树林景致 那我们这一面墙有十几种以上的鸟类 公学生来这边学习 认识鸟类生态 基隆市护海中心采绘海洋意向环境启用 典礼上贵宾云集 市议员郑凯玲、郑文婷 台湾海洋教育中心主任张正杰 海科馆博士们 以及各校校长主任齐聚祝贺 体验海洋地景艺术 霍海中心在111学年度成立 那特别选在建德国中 我想除了基隆市的海洋教育推手奖 区计则主任之外 沈君光沈校长他的创意 跟他的一个执行力 内部的一个安排跟设计 其实都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那我们也期待基隆市的 国海中心 未来不管是在教材的研发 以及教师的真能 跟孩子动线的一个规划 都可以透过中心 跟我们海洋教育辅导团 伙伴的一个努力 一起来为基隆市海洋教育的一个课程 有更活泼的设计 有更扎根的一个学习 那非常感谢建德国中 结合各方的这个力量以及资源 来推动这一项工作 建德国中对于推动我们 护海的一些活动 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用心 而在典礼中 杨明海洋文化艺术馆馆 也带来了好消息 我们杨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回馈基隆在地 今年基隆市的 国中小学校团体来预约 杨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都是能够免费参观的 那如果各位学校 其实想要针对有关 看海的这个搭船 或者是走山的这个走读的 K&T标行程 文化艺术馆这边 都有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 希望大家都能够 来到文化艺术馆来参观 这个展览 跟很棒的一些活动 海洋教育 一直是基隆的试本课程 多年来总在全国评比中 取得最佳成绩 护海中心的启动运作 持续扩大海洋教育 与户外教育的计划 透过彩绘海洋意向环境 丰富师生的视觉饗宴 也提供海洋 与户外教育的体验机会 护海中心 赞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今年的高丽菜盛产 市议员张炳君 结合中山区一处 大型建案的建商 分别制赠鸡蛋及高丽菜 给和庆里社区关怀据点 为长辈们的共餐 加菜补给营养 而建商也在4月2号到5号 举办春乐农鱼圆游会 活动免费赠送1万克的高丽菜 给到场参加的民众 来帮助菜农 发便当了 长辈们都很开心 这是中山区和庆里社区 关怀据点 共餐发便当的时间 每次都要准备150个便当左右 不过现在遇到蛋荒 鸡蛋不容易买到 而今年高丽菜盛产价格直直落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结合中山区 一处大型建案的建商 分别制赠鸡蛋以及高丽菜 给和庆里社区关怀据点 为长辈们的共餐加菜补给营养 就是希望捐赠 我们300颗的有机的鸡蛋 还有新鲜的高丽菜 来帮我们这些关怀据点的长辈 来去加菜 让他们补充营养 顺便也要跟他们告知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我们这边建商 在我们儿童节的时候 有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 然后来回馈我们中山区基隆的市民 然后也借这个机会 让他们来去跟这些的乡亲 大哥大姐们来报告 那秉均今天也特别在准备 这300颗的鸡蛋 就是希望在现在鸡蛋 比较劝缺的情况下 能够让我们社区的长辈 及时的补充营养 让他们继续保有身体的健康 建商也表示 除了为聚联长辈加菜 也将在4月2号到5号期间 举办春热农鱼圆油会活动 免费赠送1万颗高丽菜 给到现场参加的民众 也连带帮助产地的菜农们 我们在4月2号到4月5号 早上11点到下午5点呢 我们现场准备了1万颗高丽菜 同时也是帮助我们南部的农民 可以推销这个高丽菜 那我们现场呢 免费发送 从早上11点到下午5点 同时呢 我们也有我们的春日的云游会 那现场也会发送抵用券 给大家消费 希望大家都能一起来玩 对于市议员张炳君和建商的爱心 和庆里聚联长辈和志工们 都给予肯定和感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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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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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其谈关心您